这是国家观众 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位在立法院的议长门口 由于今天的议会议程 预计是要来表决国会改革法案 那么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其实国民党党的立委 目前是爆发了激烈的衝突 正是因为消耗在七点 也就是现在 这个议长门口会开放 让立委来陆续登记发言 那么其实在周三开始 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的立委 就在这个议长门口霸占 就是为了要延防民进党籍的立委 来进行议事的杯葛 那相信要避免他们 透过冗长发言 握住所谓的暗海战术 那始终像是国民党团的 总教部分级 其实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陆续续续一直躲在议长前 那么今天一早五点多了 也是起走到议长来做政 那么少找现场 这个民进党的立委 民党籍的立委 还有国民党的立委 谢龙界以及中嘉宾 现在现场就爆发了 激烈的冲突 还有这个 孔松汉 也甚至一度被压倒在地 那通过画面可以看到 现场的画面 其实相当混乱 那么 国民党党的立委 现在已经要进到 议长前 议席里头了 目的就是 就是为了要来抢先 对自己发言 那么 现在画面还可以看到 谢龙界还有 目前是在议长门口 与民进党的立委 爆发激烈的冲突 场面相当的拥挤 那么现在呢 两方 庄方人马也陆续的 已进一场前 场面相当的混乱 那么万一进度表决呢 蓝白资云很有可能 会夹着人数来闯关 那法案三读通过呢 可能会让法案三读通过 不过对此呢 民进党团其实已经预告 一旦法案通过 就将会沿拟向大法官 来申请事件 就是要争取在 宪法法庭 做出这个暂停处分 那么目前呢 蓝绿队营的立委 已经进到了 立任的议长 场面相当的拥挤 那么稍后如果现场 还有最新消息 本台也将随时为您掌握 先将随时镜头 交还给蓬内主播